22. 信報財經新聞 據毛伯登場破新股悶局 2015年7月27日港股分析B05新股部落投資分析部 自從中港股市發生股災之後,內地即時撒停新股上市申請 本港新股市場亦非常冷清,已連續兩週沒有新股公開招股 據了解,中國鐵路通訊信號,簡稱中國通號03969章於今天起招股 集資金瓦更於100億元,據毛伯登場,相信有助打破新股悶局 中國通號是內地軌道交通控制系統供應商 也是保障內地軌道安全高效運行的核心企業 截至去年底,集團是中國鐵路總公司中央列車調度指揮系統的唯一供應商 其下核心控制系統產品以全面覆蓋內地鐵路網絡 集團主要從事三類業務 一、為軌道交通控制系統工程提供工程設計及系統集成等服務 並提供集成解決方案以實現控制系統的性能 二、生產和銷售信號系統產品、通訊信息系統產品和其他產品等 三、為軌道交通控制系統工程提供施工、安裝、測試、維護等服務 預測試營率達19至24倍按收入計算 中國通號至2009年起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軌道交通控制系統解決方案 2014年收入為173.29億元人民幣、下同 惡年上升32.6%、純利20.4億元、惡年急升64.7% 中銀國際研究報告預期 集團2015年純利約23.5億元、增加15.6% 2016年再上升32%、報31.02億元、2017年惠約40.33億元、增加30% 據了解 中國通號已通過港交所上市聆訊 今天起開始勞演工作接受機構投資者認購 同日至本週四三十日進行公開招股 股份於本週五三十一日定價 並於8月7日上市 保證人為花旗、摩根史丹利、索銀 安排行為中銀國際、招商政權、高盛、麥格里 集團將按每股6.3至8元招股 發行17.5億股新H股 其中95%即16.625億股為國際配售 其餘5.8750萬股作公開發售 集資金瓦介乎110.25億至140億元 另有15%超瓦配股權 集資金額可增加至126.79億至161億元 上市集資所得款項之中 約30%用於科技研發 約20%用於固定資產投資以發展新產品 約20%用於境內外一般收購 約20%用於經營項目投資 約10%用於一般營運資金 早前中銀國際預測 中國通號市盈率介乎27至34倍 為按照其招股加計算 其預測市盈率應為19至24倍 每手1000股 入場費約8080.62元 有全基礎投資者將合同營購今次招股最少一半的股份 股值不吸引性在市佔高盡管中國通號股值並不吸引 但集團在高鐵的市佔率約65% 而成軌控制及信號系統則分別佔40%及51% 預期仍有增長空間 加上中國通號市中港股災後首席巨毛霸新股 相信仍然可以吸引到投資者絕時 有望打破近期新股悶局 投資分析部號港股分析號新股部落巨毛霸登場破新股悶局 中文字幕亦 coule 左上柱 感谢观看